眼看那刀就要刺中二神 李火望手中铜钱箭瞬间变长 铜钱连成线 如同长边般甩飞了宏大的锈刀 等等 表情异常凝重的李火望迅速冲过去 拦在了两帮人之间 各位 他不是新拙 他是在下内人 迹象放下手中的朽目如意 有些疑惑地问道 你内人 咱家不信 你让你娘子把红盖头摘下来 可别是心着想蒙混过关 还没等李火望同意 那神徒刚用手轻轻 在腰间屁股上一敲 那二神同样回应地敲了起来 鼓声回答 仿佛在交涉什么 当鼓声停歇 二神单手一摘 顿时把那红盖头都摘了下来 哎呀 我的个亲娘 这是什么 二贤弟 这当真是你那人 看着二神那人脸跟瘦脸 融合在一起的骇人面孔 其他人很显然吓了一跳 李火望顾不上他们 而是把二神拉远几步后 表情凝重地问道 你怎么会在这 苗苗呢 他跟来了没有 二神仙摇了摇头 紧接着颤抖地靠了上来 两只手环抱着李火望的腰死死地搂着 比正常人眼睛大三倍的猫磕兽眼中 录着偏执的爱意 相公 切身想你了 锋利的尖牙 在李火望的脖子上细细地咬着 两条舌头从里面缠绕着钻出 在李火望的脖子上不断舔势着 有完没完 李火望双手把他摆正 表情凝重地死瞪着他说道 我现在没空跟你扯这些 这里很危险 马上离开这 相公 你在担心我吗 二神那血盆大口裂到了耳后跟 表情异常凝重的李火望 靠近一步先捧着他的脑袋 紧接着盯着他脸上最大的那颗眼睛 一字一顿地说道 离开这 马上 好长长的舌头在李火望的脸上舔过 脸上带着一抹诡异笑容的二神 转身离开了这个村子 娘 耳边的声音让李火望脸色更加难看一些 闭嘴 他不是你娘 而贤弟 他当真是你娘子 拓拔丹青震惊的脸手中 那两个包姜核桃都不盘了 没等李火望没说话 那叫神徒刚的跳大神说话了 语气非常的不善 怎么 你他妈的有意见 说完 神徒刚向着李火望扬了扬下吧 大妹子不错 别辜负了 哎哟哎哟 行了行了 快走吧 你们到底是来办差事来了 还是踏青来了 表情焦急的迹象 开始不耐烦地开始催促起来 李火望向着二神消失的方向看了一眼 收起心神跟着迹象等人向着这村子走去 这女人也不知道会不会听自己的话 还是赶紧干完离开这吧 免得把苗苗扯进来 迹象的金算盘再次开始打了起来 配合着拓拔丹青盘核桃的声音 在这村子内不断回荡 李火望放下心中杂心 时刻警惕着可能出现的新拙 走着走着 一处倒塌的土院子出现在他们的左侧 一棵硕果累累的石榴树下面 站着几道人影 仔细辨认后 李火望发现那并不是人 而是一些藤蔓根杂草具集成人形的样子 旁边修改得一尘不染 就在李火望猜想 这些人是不是心灼弄出来的时候 弘大手中两把小袖刀已经抛了过去 直接把那些人形植物搅成碎屑漫天飞舞 啊 一道极其尖锐的尖叫声 从村落的深处响起 走 跟上 一直没干任何事情的身徒刚开始动了 他迈着大步向着那边冲去 一边冲 还一边用手猛拍腰间的屁股 开始跳起大神来 而他口中 帮兵爵无论是跟当初理智 还是之前白领秒都截然不同 语气显得格外的霸气 上方欲点鬼神下惊 是要吞磨四方太平 请得先来先的硬 请得神来神得听 猛然间 李火旺仿佛感觉到四周的一切色泽 开始褪色 李火旺身上不由自主地 泛起一层鸡皮疙瘩 他知道有什么东西过来了 但是他不知道是什么 这叫深屠鸡的大神明显不一般 怕是有当初丹阳子 活着时候的实力 也不知道 寄香从哪请来的 而九 说我的刀 宏大的一把绣刀 送到李火旺的面前 李火旺点了点头 迅速接了过去 尖叫声顿兮 可寄香跟那深屠鸡 明显是盯上了心拙 一个敲鼓 一个打算盘 声音在整个村内不断地回荡 整个村子都仿佛开始扭曲起来 虽然那心拙依然没有现身 但是可以看得出 他们已经斗起来了 在这种情况下 李火旺一身的杀招本事 明显派不上用场 与其在这里干着急 李火旺觉得 是是自己现在唯一能做的 他咬穿自己的指腹 在那江黄纸上龙飞凤舞 他不知道那俘虏的占卜 在这种情况下 能不能起到作用 反正死马当活马一一了 记住自己带来的颅骨上 分裂出来的裂缝后 李火旺开始向四周不断打量着 企图找到相似的纹路 在各种嘈杂的陪伴下 李火旺看着看着 忽然目光聚焦到自己手中 那把锈刀上 此刻的他那刀尖 直指的方向 正好就是远处的一口石井上的蜘蛛网 而那被什么东西撞破的蜘蛛网上 刚好跟自己占卜出来的纹路 一模一样 难道说 这弘大给的锈刀 还有提升补挂的能力 李火旺掏出武器 放缓步伐向着那口井边靠去 小心用手中锈刀挑开那些藤蔓荆棘 李火旺向着那井下看去 下一刻 他瞳孔瞬间缩到了极小 井中的淤泥中站着一个人 就在那人察觉到头顶的亮光 猛地抬头的时候 李火旺连忙把视线挪开 以免着了对方的道 心跳加速的李火旺猛地扭头 对着其他人大声喊道 快 这里有 说到这 李火旺愣住了 我刚刚要说什么来着 我这里有什么 听到声音 其他人视线投向了李火旺 此时拓拔 丹青发话了 他很是诧异地问道 二贤弟 你拿着把绣刀站着井巅干什么 绣刀 李火旺在拓拔丹青 记相 身徒刚三人面前一一扫过 对呀 这绣刀哪来的 什么时候在我手里的